配合世界水日全国4万3千名学生将参与治水演习活动 人数比去年增加一倍 水龙头 厕所 饮水机都没有水 来自国专长老会小学的学生率先体验了缺水4小时的不便 也为今年的校园治水演习拉开序幕 出席活动的环境级水源部高级政务部长许连炫表示 全球气候变化可能会带来持久干旱的极端天气 为了确保我国的水工 节省用水必须从小做起 这个活动可以让学生们直接地体验到 缺水所带来的不便 而且能加强他们对水的价值观 今天共有95所学校参与治水演习